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是原住民的孩子 也不是台東的孩子 我是副公家的孩子 這邊有原住民 這邊有台東 其實我也讓他們融合 台東吃飯 他們的飯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的魚或是什麼 都比人家多 我家常常收到 所以我也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 越來越融合 台灣是一個海盜 所以我覺得台灣文化的特殊 它的價值就是 台灣是一個移民 大家在這裡消毒 大家好想去創造出來 台灣的文化 這樣 因為年糕很快 坐就軟了 滾就軟了 這不是蘿蔔 要滾很久的路 等白菜頭軟了 水放在滾 年糕放下去 旁邊的男人 沒用在準備煮食 沒多久就噴到海味的冷泡粿 當然人家說是高粿 在台東富工魚缸附近 吃到海味是不適合 不過很多人知道 其實富工新川 可以吃到中國這個工的料理 還有蘿蔔 還有香菇 還有魚薄 還有咖啡 吃得很好 兩種 兩種 一種甜的 一種桂花 桂花而已 桂花而已年糕 還有花酒而已 還會喝桂花 來就是一種乾的 鹹的就是這樣 桂年超級高紅 吃高粿 年糕 年糕 年年糕生的玉神 大家都回來 怕孫都回來 我們就煮年糕 煮年糕 後來煮湯的也有 煮湯的也不可以 我們阿嬤那時候 開始煮湯就是這樣 他們從哪裡來的 我們做一間師傅 除了冷泡粿 台東人還有一項秋露菜 這是魚捕炒三層肉 兩種食材南作火炒 整間廚都是魚仔 有個香味 有個香味 這是整四人 都在抓魚的台東人 最清潔的煮味 這是高粿 台北叫高粿 白帶魚叫白魚骨 白魚骨 白魚的阿骨 以前是 台北是用蟒魚骨 麻魚骨 來台灣 現在麻魚比較少 就用高粿 這裡沒有麻魚 我們這裡沒有麻魚 就是這種 跟鐵頭多兩種 快點快點 來啊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我用太多一種 骨頭的台東人 家家喊喊喊 慢慢當作來走過 不過時代節… 一個月月貴身 家鄉的咀嚼 也漸漸消失去 只有孩子的時代 既然要激勁 燒雀 大人在做 小孩子在這裡看 大人剛才打掃 拿到後來 拿下補 補補補就可吃了 才剛才都會嘗騰 茶嘛 剛才一口就補一道 用茶 醬子就補了 才補了 很好吃 炒得很好吃 我們自己做得比較好吃 這種的比較硬 我們是食材 實材我們都沒吃 像在來米都用的 這樣沒沒 又噴乾 再去用我們的 簡單的這間料理 讓人想起四漢時的種種 也代表一段歷史 在我們台灣當部 小小的鄉頭裡面 是怎麼有這間料理可以吃 這才對台東的藝民 幾六十年前 搬來台灣的故事說起 我們在整個月整個 都是本台語 因為福建全球過去 像我們這個火頭 都是在魚山島生的 不是福建生的 像我們爸爸 我們阿公 阿嬤 都在福建全州的人 我們在明國四年 2月28日我們 從我們家鄉 做那個 那種的 鄭如廷到吉隆 那時候這裡出區 就在自然基地裡面 第一個村子 就在那裡 大家住在那裡 明國五十九年 放在這裡 過去的故事 紀念德索師 當年住在這間 就破的台東紀念 但有195年的時 國民黨政府 成立一個 環境救國軍 設一個總部 在這天台東那裡 也把魚山島 台東島 屁山島 南紀島 頂頂幾月做 台東地區 一直到195五年 所有台東的基民 是對國民黨政府 走來台灣 一些八歲 都被叫做是 台東議民 其中魚山島 就400多人 六月就在台東的 故宮大了來 國民黨撤退到台灣 台東人是最要一倍 為中國恩愛的多數 在美軍的 第七感隊的幫助之下 萬多人要全部 和 撤退到台灣來 到台灣了 台東人先讓安弟弟幾人 沒多久到分配去 宜蘭、花蓮、台東、便當 和各鄉頂頂頂的地方 竟然去到35個台東新村 政府的按照他們的 在原來都市場的 生活方式 或是市場 譬如說 在抓魚的市民 就是跟一間做會 譬如說在台東的富江 漁港那裡的漁山新村 安置一些過去的 魚山島營館 剛才是在那裡的 頭髮的人 這家就是 以前國民黨訪問的 早餘一百號 以前我們來的 都一種大隻 都沒有 沒有大隻的 以前就只有小隻而已 那時候八歲就對北部 坐著走來台灣的瓜修球 是已經過身的藝人 瓜修龍的阿兄 整個火子搬來台東富江 已經共賣七十年 剛來到富江的時候 他還印象說 為了讓台東人 可以繼續抓魚 討海過日子 每一五口早 政府就分配一家族 讓他們可以在這裡過生化 這個魚乾就是 以前國民黨不會分開 那些魚乾都沒有 以前沒有那個 離島人家的客人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土海人 所以說我們 我們在這裡也是土海 土海釣魚 貴相外的台東人 走來台灣的時候 邀請他們的神明 魯伊牛牛 請來台灣 在台東富江的海神廟 是一九七百年的時候 因為空軍要去自行基地 既然要對這幾個大地方 搔到富江興村 現在海神廟就是輸東西 空軍到蓋起來 它已經很多 所有富江前重要的信用 主要簽村儀館 廟也要簽 那大家經濟沒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們跟空軍來協商 空軍就說好 那他們就由他們出一雙心 再來把我們開廟 海神廟裡面 鳳塞兩身如意牛牛 比較大小的兩身如意牛牛 是台上人離開高峰的時候 堅守信用 漂泳過海請來到台灣的 兩身就是它可以拆剪 整個頭、手、腳都可以拆剪 我們娘是一個阿公牌 這邊這裡都賺希望 那些人都賺錢 人可以上 生命不能上 我們爸爸已經說 這邊如果沒辦法就賺錢 沒辦法賺錢 那時候賺錢、賺錢、賺錢 你來啊 阿嬤 你來啊 阿嬤 你來啊 來開港啊 來開港啊 看你啊 好 這人對於蝦山到來的既民 說青春福建全球圈的萬難儀 跟副公在地說的 沒什麼相同 靠他們的政策 不知道是不是和拔鎖有關係 不過三生的窮靠差 要這麼做是既民之間 活動的心色帶 我們裡面有問 你要拔不拔 你要拔嘛 我要拔 我要拔 你要拔 什麼意思就知道 你要拔嗎 你要拔嗎 我要看看 你要愛嗎 你要愛嗎 我當作你要給我拔 筷子叫做拔 我們不是這樣說 我說拔 你買東西 你買嗎 你要不要 你是說你拔不拔 吃飯 你怎麼說 我那些人說吃飯 吃麥 你怎麼說 我也是說吃飯 都吃飯 都不說吃飯 都不說吃飯 我吃飯 吃麥 他吃飯 我都吃飯 都一樣 這些做生對 福建全球來的台頂人 和當地的婦公的疾病 有類似的萬難文化 這也是既民之間 真近就找到最初的味覺的原因 不過鄭桃的人口漸漸變老 讓三十一歲的更問起 想要跟不一樣做 今年的婦公人 共同的記者 記錄下來 我學到歐伯的胸皮 我真的以前沒看過的事情 就是由胸皮開始 越做越有興趣 說喔 這樣還有什麼故事 問這裡的阿公阿嬤 因為 這裡的人還敵人 還可以說 還記起來 這故事以後 沒人說得出來 我想說我回來了 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把這個故事留下來 富公台頂人 半山的經過 就是台灣移民宿的一部分 不一樣的做君 把文化和記者 放在心肝頭 繼續過日子 漸漸定君 今天不是 其他都叫小師傅 小師傅是我們父親 不是政府 他覺得我們外表的一個師母鎮 我們這些師傅都會 我拿回去 那些小師傅 台頂人來到台灣 是不是 使我們台灣的文化 更加多元 更加趣味 更加可以 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 可以 變作是我們台灣 這些多元文化 集中的一個中央 建立基因 我們看台灣的力量 來看 國中的移民來到台灣 我們可以用它的角度來 重心 再促進去看台灣術 透過不一樣的世代 移民的拔線 新婚林董的漂流 這些歷史經驗 讓我們更了解 受到世代變動的影響 這個土地 漸漸生活 好相保養 在台灣的文化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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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